要懂得中國的人和事,一定要讀魯迅 我是徐子東 今天是第39期 我們繼續讀《忽然想到》 其實我要向大家招供 這一期跟38期之間 我有兩個多星期沒有杜魯迅 我去了歐洲旅行 捷克斯洛瓦克、匈牙利等等 我每年一次的旅行 這也是大學教書的權利 工作在忙也要take a break 中間過去兩個禮拜 看了很多教堂,走了很多石頭路 在歐洲的田園裡開車 不少好風光當然也不少危險 讀過去了 我要重讀魯迅了 下一次再讀《忽然想到》的時候 看到魯迅有一篇論辨的魂靈 這其實我以前沒讀過 所以裡邊有一番奇怪的邏輯 真的 就像在總結今天晚上 網上 今天網上 腦子盡髓的人們 實在好玩 忍不住 就岔開來 但我今天還是回到忽然想到 忽然想到總共有11段 每段當中在我看來都有金句 而這個金句呢 並不是按照一定的邏輯系統呈現的 這些閃光的句子啊 牵涉到專制、冷嘲、生存、發展、養與獸 回憶的價值 弱者如何變巫、自殺 自家相殺與為異族所殺等等 不同的話題 鲁迅的這類閃文呢 我們有兩種讀法 一種是比較常見的論文的方法 就是按一個主題 把鲁迅在不同雜文裡 講到的相關的論點放在一起 比方說 鲁迅討論奴隸 那我們就把他講的各種各樣 關於奴隸的觀點整理起來 第二種呢 其實是更加原生態的讀法 就是順著鲁迅作品的思路 他那個文章不是說忽然想到嗎 他的文章是意識流的 跳來跳去的 根據每天的事情在變化的 所以呢 我們也這樣順著他的思路去讀 遲一些再來整理他的思路 我想一下決定用第二種方法 為什麼 比方說這個忽然想到十一篇 我們就來看看鲁迅這個忽然想到 他到底是怎麼左臂右閃啊 左右突擊啊 或者說自我辯駁啊 或者說自由發揮啊等等 After all 我們是重讀鲁迅 而不是在論鲁迅 至少現在不是 忽然想到五 中間有一段話呢 常常被人引用 其實鲁迅是引用別人 他說約翰米爾說 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約翰米爾現在通常翻譯成叫 約翰穆勒 1806到1873 嚴富啊 翻譯過他不少名著 邏輯體系啊 論自由啊等等 鲁迅引用了他這個話 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以後 接下去說 我們卻天下太平 連冷嘲也沒有 我想 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 那什麼是死相呢 鲁迅在這同一篇文章裡 就是以自己為例子 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註解 鲁迅說他小時候啊 長輩的訓斥 長輩的訓話 訓惠不是訓詞啊 就是教導 於我是這樣的有力 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 秉息低頭 毫不敢輕舉望夢 仰眼下世黃泉 看天就是傲慢 滿臉裝抽死相 說笑就是放肆 我把這幾句再讀一下 大家腦補一下這個場面 前面有父親或者教書先生 在給他講四書五經 小孩啊十來歲 兩眼下世黃泉 看天就是傲慢 就不能往上看的 只能往下看 滿臉裝出死相 裝出來的死相 很嚴肅吧 大概我們來說 說笑就是放肆 接下去還是鲁迅自己的話 我自然以為 極應該的 但有時心裡 也發生一點反抗 心的反抗 那個時候還不算什麼犯罪 就是說鲁迅小的時候啊 那個還是清末的時候啊 你心裡想想 思想犯罪還不算犯罪 整個這一段子我描寫裡啊 有一點特別值得我注意 就是裝出死相 他的意思是說 臉上有此相的人啊 心裡沒死 是裝死 裝這個是一個貶義詞 大家知道這個詞 OK笑話我不說了 裝是一個貶義詞 但裝死卻不見得 裝死我們知道比真死要好 對吧 現在有句話叫 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這個裝睡跟裝死有什麼關係呢 大有可以討論的餘地 暫且不談 由鲁迅對死相的描寫看 中國古代的這種傳統的專制啊 似乎可以分成三種 一種就是鲁迅說的暴君的專制 人們不能反抗 大家可以說笑 因此呢 大家就變成冷嘲 這叫暴君的專制 第二個呢 叫漁民的專制 暴君跟漁民 我想很容易看出它的區別吧 暴君就是 我看到你們對我表示不滿 我就把你們殺了 這因此呢 老百姓不敢表示不滿 但是他們說笑話 那說笑話就不算不滿 所以呢 可以有冷嘲 漁民的專制呢 是 我不僅 說笑話 他看出說笑話是一種不滿 所以我要 我要教你們 我要給你們洗腦 鲁迅說 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 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 禁不了治世的人們 就是治理這個世界的人們 遂易 而其禁止說笑 也則同 那麼我的死相 也還得裝下去 裝下去 死而後已 其不痛哉 我於是 又恨我生得太遲了一點 何不早二十年 趕上那大人 還准說笑的時候 真是我生不成啊 正當可舉咒的時候 活在可舉咒的地方了 再說一遍 鲁迅這文章發表 於1925年4月的金報復刊 他的所謂先前跟現在 自然也就是講 清末跟北伐之前軍閥統治的地方 跟時代 鲁迅在這裡特別強調一條 就是在他小的時候 還能說笑 到了北伐 就是北洋軍閥 甚至是 其實已經到了民國初年的時候 說笑也不可以 所以要裝死相 原來這個老百姓可以開開玩笑 嘲諷嘛 竟是這麼重要 代表了兩種專制的關鍵區別 是暴軍跟漁民分野所在 不僅想到哪一種好呢 你說這個 我們站在皇家管理的那個角度來看看 站在清廷的角度 或北洋軍閥的角度看看 你說到底是冷嘲熱諷發泄 對社會不滿好呢 還是漁民 這個漁民是指愚昧的漁 你們不要理解成娛樂的漁 這個漁民造成千千萬萬群體的死相好呢 冷嘲熱諷 一片大家在開玩笑好呢 還是所有人看上去很嚴肅 其實都是裝的死相好呢 還真不好說這個事情 但更重要的是 漁民造成的死相 按魯迅的說法 其實新人還沒死 所以說死相是裝出來的 裝出來的 這點太重要了 再進一步 要是再進一步 再成功的專制 我們不妨可以想想 歷史上民生最好的專制 比方說康乾盛世等等 那個時候 很多不同級別的官員 很多考試的秀才舉人 甚至很多老百姓 他們臉上的死相 真的是死相嗎 會不會是真的呢 我說真的就是 第一種可能就真的死了 這個心理根本就沒有跟 這個死相不是裝出來的 就是真的死了 或者真的從心底熱愛 扛錢 熱愛大人 熱愛當時的這種專制 所以那也就不再是死相了 我們可以說它是真心誠意 自覺自願 發自肺腑 留在血液中的死相 這是不是中國過去傳統專制的最高境界呢 我承認我以前沒有注意到 魯迅忽然想到從這一段 關於不同專制社會 不同特點的言論 仔細想想這是非常精彩 一種暴君專制導致民眾冷嘲 第二種愚民專制造成民眾死相 哪一種更好呢 顯然魯迅是生活在第一種專制社會當中 所以我們還能讀到他的冷嘲熱諷 所以中國還有魯迅 不過魯迅覺得任何專制都是不好的 他在忽然想到的結尾一段說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 就先得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 在這可舉咒 這個是我沒讀錯吧 可舉咒的地方 擊退了可舉咒的時代 這段話最後還是一個感叹號 魯迅文章裡的感叹號是非常罕見的 這就說明魯迅對於這種各種各樣的 專制不管你給冷嘲也好 你死相也好 你由衷熱愛也好 魯迅都是反抗的 魯迅相信不管什麼樣的專制 因為人民要活下去 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專制都應該打掉 再說一遍 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 不僅說魯迅是不是太浪漫了 魯迅盼望的爭取的這個世界 我們在享受 下集繼續 所以我們在享受